亲爱的读者,如今随着国产手机的崛起,苹果手机在我国的市场份额下降了不少。 截止到2018年,苹果在我国的市场份额已经跌为11%,前三名分别为华为、OPPO、VLO相比于十年前的不可一世,如今的苹果有点跌落神坛的意味。 其实,对于我们消费者而言,拿到的OPPO手机,大多并非是从人厂房过来的,而是由一家企业组装而来的。 它就是富士康,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代工厂。 对于我国的苹果产品而言,富士康承担着70%的手机组装,因此苹果公司和富士康是非常重要的合作关系。 每年苹果产品的巨大销量同时也促进着富士康的发展,而富士康为苹果公司提供最好的加工组装服务,两者可以说是相辅相成。 而至外媒透露,近两年来由于苹果中国市场不景气,苹果手机的销量大大减少,作为富士康的大客户之一,苹果市场的大大下降,也对合作企业富士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 富士康苹果订单连年下降,曾经每年的巨额收入也在连年减少,和作商苹果市场的不景气,也将意味着富士康要减少一大笔收入,届时富士康或许要面临财源电大规模缩水等问题。 如今国产手机的黑科技不断涌现,Apple的地位已经并不是像十年前那样珍贵,而目前像华为点小米等国产品牌都已走向世界。 强大的配置和不错的性价比赢得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喜欢,或许我们和苹果可能还有一点差距,但如果给你同样的钱,你还会选择苹果手机吗? 新牛科技吗?